娱乐圈中不管谁公布恋情或者结婚 胡歌都会意外登上热秀 这次赵丽颖各方上方 官宣喜讯也不例外 又一次被推上了催婚的高潮 胡歌到现在的感情也没有着落 让很多网友操作了心 粉丝天天催婚 以前胡歌说中意唐嫣这类女生 结果唐嫣结婚了 后来又说刘诗诗很可爱 结果刘诗诗也出嫁了 最后连喜欢霍建华都被林心如抢去了 虽然胡歌感情没有着落 但是他参加的婚礼却是不少 给很多明星当过伴郎 这一次他被问到 会不会在赵丽颖的婚礼上担任伴郎 但是胡歌给拒绝了 表示没有邀请自己是不会去的 而且我这么帅 怕给老粉有压力 这理由太搞笑了 不过网友表示 这个狠胡歌 毕竟是在领奖台上 说过自己人是靠脸吃饭的人 回顾老胡的伴郎屎 真的是帅爆了 许多网友表示胡歌这颜值 谁请他当伴郎 就是想让他抢自己的风口 不过虽说胡歌现在拒绝了当赢宝的伴郎 但是到时候赢宝真的邀请了胡歌 老胡肯定会答应 因为老胡就是一个 口是心肺的大帅哥呀